《黑人沈浸周》在陸續被大壓 郭媛媛等人 指控性騷擾後不只重創形象 連的老婆范維奇的演藝師也大受影響 過24年即將在9月開創的范維奇 因被老公拖累而決定將演唱會取消 然而知名作家謝芝齊也分析出 最大收益者是前幾天把票低價賣掉的人 主辦單位把錢刷退回自己的信用卡 然後對方花500塊跟自己買一張廢紙 直接獻賺總覺得會有一波小糾紛 留言區引發網門討論 紛紛表示真的有人花500嗎 真的有人買他的演唱會嗎 甚至還有人表示 原本要去演唱會現場舉手牌支持大壓 先前曾有網友號召要在演唱會舉MeToo登牌 而演唱會取消 恐怕就是擔心有人會到現場鬧場呢 還有 alguém還可以抓不到 不要太平凡 而已 躲下 禪憑 禪宪 禪宪 禪宗 禪宫 禪宫 禪宪